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开讲的是证文 在新经里面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 是经过菩提萨斗之后进来 这一次的 是经过三世诸侯而下来 所以 这一季是三世诸侯之母 从此留出十方三世一切火 这十方三世一切火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证文里面提到的三万八千多名灰花 这三万八千多名灰花跟七十二殿在回归的时候会回到清潭 配合大天佛将我们众邪者以及证道上的邪者的亲朋好友 一并带往夜台过断魂关 因此 这一季 依波罗 波罗密多 故 非常的重要 三万八千多名灰花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前面几集讲到的 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成就这样子 也就是你要能够人 化 济 空 因为菩提是人 空 萨斗是 化 空 人 化 皆 空 进入 菩提 萨斗 叫做 妙节 这个文听起来相当的难 但是他告诉我们 你要如何才能见到如来呢 如来就是你本来的我 以及回到你的作心 先见到本来的高我 也就是在S 那你认得天歌 叫做 竹蜜不妨流水过 山高起爱白云飞 也就是要将你的中脉的能量拉到眉心 当你的能量拉到眉心的时候 你就是认了天了 认了天接着 最重要的你要做一个彻底的人 什么叫彻底的人 也就是说 你要跟你的天能够密合 跟你的天密合之后 会产生一种现象 这是在奇文里面 大天火解说 大和尚S告诉我们 到那个境地 你就会见到 无影树下 销风云叶 无红塔前 安身立命 怎样才能够真正的彻底 当然 你就要 幽灵已过 断魂关 无影树下 如碎莲 这样子 你跟你的天 跟十二宫天 跟大日如来 跟新月虎娘娘 连接成一线 这就是 由这里流出去的 十方三世 一切火 所以 如果能够按到此祭 来修行 圆满 成等正节 成等正节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 人空 法空 菩提 煞窦 合在一起 菩提煞窦 就是妙节 也就是这里能够成就 成等正节 当然 你这个要跟三万八千多名灰花 以及你认的天 三十六宫 七十二殿 结合了 进入这个 一波罗 波罗密多固之后 才有可能往下走到 得阿鲁多罗 三秒 三菩提 就是成就无上正真 成等正节 这个 专有名词 会比较难一点 但没有关系 这里下面最重要的就是 S 在《注解心经》里面 特别告诉我们 我一个字一个字念 让各位写者 能够知道 我们要怎样才能够修出来 他说 这个清见智性 非常的重要 什么叫清见智性 这个性就是你本来的自我 也就是你的天 我们S道上的邪者 何其有幸 我们都认了S道上的西空仙 贤隆的人生S 跟九宫大日十二宫密合了 叫做密 再将天二代 三十六宫七十二殿 S那里出现了西空仙 三万八千多明灰花 也密合 也合合了 这叫密多 也就是大和尚 S一口吞了也 所以我们S道上的邪者 去认了S出了西空仙 就已经完成了跟S 跟罗地爷 跟十二宫的连结 这个叫已经见了智性 这个时候才可以传授 所以必须是自悟自信 硬交 缓没人情 如果没人情 此为虐般成活大法 修一个走一个 即人是少了一个人 因此我们跟众学者讲 第一件 年纪到不要怕死 怕死你就修不了 因此大家在认你的天 你的原配 我们都希望他自悟 悟出了哪里 我们再告诉他 启文是怎么讲 这样他就能够自悟 而不是别人教他的 这里特别提到 若是心传授 就是说如果你要靠别人教你 是外道法 有分父 有传授 有德有失 有交有授 尽是外道邪见 所以生死根本 只能自修自正 我中 这个只一心禅 无以计 亦无一法以人 若有一法授计 不明是家 所以各位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从现在开始 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三十八级 象征的就是三万八千多名飞花 三十六宫七十二殿的天二代 我们认了天 全部都要自悟了 他这里特别提到 若被人教坏 急需吐窃 如果有人教你 你那置物 把他教的 当作你的引领就好 不能把他说的话 转成显经说 谁说 不行 一定要把他转换成 变成自己的大灵 融合之后 自己说 大凡为人 今夕从自己流出 无价真 如此 上根之人 一文千物 既大种词 中下之事 都文都不信 会吗 夜下树无影 日无打三根 这一句话什么意思 暂时不用告诉各位 等回头 我们下集开始 请我们的天 跟三万八千多名飞花 开始进入一首歌 你就会悟到这一句 是什么意思 接着我们看下段 从三十九集以后 开始进入一首歌 要进入一首歌之前 必须要知道一点天使 我们的一间经 是释迦摩尼佛传的 所以我们要讲讲 释迦摩尼佛 怎么样传出这一件经的 简单的故事 世火的转世下界 那个时候 不是两千五百年之前的那一次转世 而是数百万千万年前那一次的转世 他在一棵大树下修行 要记得 只要一过段魂关 一转世 入胎 那么他能量前师 只能够重新修起 因此我们这一次天门开 要回去 三万八千多名灰花 三十六宫 七十二殿 一定要找到人生 因为要有人生才能够 把劣结转世 遗失的因能量给收回来成就 正真正等正绝 意思就是你能够严满 才能够回去 楼地干部知道这个人的来历 要入大树前 曰 你会那么大的镜 修了那么多年 我只告诉你四句话 你便可开悟 所以你就算是天仙 佛菩萨 转世能量进尸 一定要有修有成的人 开悟你 所以我们S道上的 读S的启文 就能够从S的启文之中 得到开悟 自己悟哦 悟到的就是你的啊 他说 师佛 立芒请教 楼地干部曰 诸行无常 世生媚法 世活一听 大悟 此两句 总刮了世间法的一切真谛 于是盲问 下两句呢 楼地干部曰 你活门骂我大楼金仙 自大楼萨 你要答应 让我楼萨把你吃了 我就告诉你 对价 看到没有 说两句 留两句 那两句就是对价 所以我们三十八级进入 依波罗 波罗密多 顾之后最重要的两句 夜下树无影 日无打三更 留着 自己悟 看你读完一首歌之后 能不能悟得到 如果悟不到 就继续悟 你看哦 有对价哦 是否为求真 答应以身患 于是楼地干部曰 生妹妹以吉妹为乐 是否听罢 顿悟 测悟 此两句总刮了初世间法 以一切的真谛 于是爬趟树 众生下跳 以求一死 楼地干部 己手请住 归之一座 你何事来自五轴二世啊 所以我们S道上年纪大了 大哥大姐们 年老学者 第一关 不要怕死 你怕死 下辈子再来 你真不怕死 还真死不掉 你怕死 一定死掉 以后一首歌都会告诉你 什么样才能懂藤冠不怕死 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 跟你的天 跟你背后的纵言 还有你累劫转世 回来的亲朋好友 一定要懂一首歌 楼地干部是环翼化 既然天上活界骂我 这地界 亡国是五轴二世 罗煞世界 你还跑下来干什么 世佛这个时候就告诉他 因为他已经悟到了 就回忆了 所以我们现在听心经 听一首歌 你只要能自悟一点 你的眼骨的记忆就恢复一点 那你在梦中恢复了夜多 你就恢复了你的自性 你就人天合 S已经把你人天合了 天门地门都开了 是现在人门 人门你必须要靠自己 别人都没有办法 世佛爷 应大罗煞王 妙善之夜 前来渡你 这下恢复记忆之后 换他缓过来渡 罗地干部 世佛顿户之后 预起了住胎前的往事 还有他下世的使命 跟你讲 这次要跟罗地爷到清潭 回夜台过断后关 你一定要恢复起原始的记忆 你们下来都是有使命的 罗地干部 有何贫瘠啊 你又是如何似得妙善呢 世佛爷 当初我去金毛狮子国 向大入如来求写无量法印 行之一花言 正宏两位妙灵童 从这里捏班回去 误问 你俩何名称啊 其也一切诸法空 银河问名子 过去华以妹 当来华未生 现在划不住 忍者问谁名 其而也 明明者西空 明明不可得 欲求真实名 未曾所见闻 说明之一言 皆是假思舍 这金毛狮子国 就是作心 九庙下界大战 显隆时 遭神剑 击杀 坠入三恶道 一下一庙 即庙文 主政作心 为大日如来 所以今日大日如来 力临我们现场 这庙文正是文殊菩萨 他是众活之师 祭祖十二级能量 以后九庙 修成返回时 昏北祭祖 九至十一级能量 但此九宫连锁之后 其九宫阵也祭祖十二级能量 当初贤隆应妙善之妖 亦下界铸胎投生 金毛狮子 曾一路追捷 锁住断魂关口 不让贤隆下界 但贤隆一心一味 响弃当王 哪里肯听文书的欠主 故夜场断魂关 大战金毛狮子王 突破狮子国 百万雄兵 破关而弃 文书追回不及 只好泱泱而弃 以后又有大日邀九宫 及九庙 共闯断魂关 定要把贤隆及他的大楼金仙 一网打尽 但此一战 九宫皆落 此时金毛狮子王 传释迦入宫 一是传他无量法印 二是预令其下界度贤隆 是否进宫行至一花言 正宏妙善 妙生修成或缓回 其一正是妙生 他正没好气 只听人问 他叫什么名 一是就抢白了几记 妙生说的是如下的意思 什么都没有了 还问什么名字 他从环氏刚刚捏班缓回 以示一无所有 穷到家了 过去的一切都没了 未来怎样还不知道 眼下又是什么也没有 你还问个什么名呢 其二正是妙善 似活曰 我三人就这样认识了 一同来到金毛狮子王宫 此时大庙二庙三庙相会 三庙文书已是活王 妙善发誓曰 乌要将西方安乐世界开阔庄严 不度尽三四六道众生 誓不称活号 贤隆曰 事事如此 乌也听说 只是要有个贫瘠才行啊 于是似活从怀中拿出一把短剑 交以贤隆 也试得此物吗 贤隆持短剑 以自身的长剑一对 直到这正是信物 红光剑 于是无话可说 但又不甘心拜世家为师 也不知这事活到底有多大本事 开口耶 你若帮我降住阿修罗王 我便拜你为师 若知或是详见 接着我们要讲的一首歌 故事从三十九集开始 继续讲 为什么要讲这些天上的故事呢 因为我们众学者 在场的同道同修 你们累结转世 从地府来的 从海里来的 亲朋好友都没有听过 那像你以前学过了 人越来越老 记忆越来越差 忘了 忘了之后呢 就从你的记忆里面消失了 你累结转世了 亲朋好友回来 要读你海底轮记忆的时候呢 读不到 所以在梦境中 天师希望 讲到三十八 代表了三万八千多名灰花 这些累结转世的 很多没有听到 一首歌这个故事 所以从三十九集开始 重讲一首歌 谢谢 我们三十九集见 当年兵马行 又也长一席年三叶山 摇池湖伴一桥边 并非柴泥交生仪 久风盛惠桥对联 热闹热闹 上述小令 既既是射 既既欲是空 正是射 即是空 空即是射 时射 字幕后 时射 继续